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仁武丙武 虎丑姨毛 这是一个男女 他是在说 他的八字里面有无丑穿 而且 丑为羊刃 这样的情况 被穿是好 还是不好呢 各位 很多人对于行冲迫害穿这种东西 他总认为在他的八字里面有出现 他就是一个很差的情况 但是 跟各位讲 在五行派 他才不管你这些东西 五行派永远看的就是五行流通 所以各位 我们就是要从五行流通 来看说这个八字 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为壬水克丙火 生乙木 而地支 卯木 生乙火 生丑土 所以 从他的一个本质上来看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个八字 天干有财 地支有财 天干破财 地支的财很好 所以 我们就是了以地支 为判断的依据 所以他的财运 其实算好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看他的官运 就是这一个丑土 这个丑土 没有受杀 依旧还是很好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在五行派 他已经把所有 可以说是坏的代表 全部都剔除掉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 行、冲、迫、害、穿 这些东西 一切就是看五行流通 五行流通以后 看说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 他就是不好 少变多 他就会好 什么东西 是多变少的 我们可以知道 壬水克丙火 丙火是不是受伤 他是不是就少掉了 丙火就不好 但是天干地支同时有的时候 又以地支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所以各位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八字 其实不管财运官运 都算是很不错的一种现象 所以跟什么穿 一点关系也没有 也不要老是拿这些东西 自己下自己 这样子 假如只是想要下自己的话 各位 你还学什么八字 你什么一看到不对劲 就认为自己很差 八字有这么好学 假如这样的话 其他的好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只会在那边自己下自己 而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总认为自己八字 只要有一点点不好的行冲迫害 但这些他就认定他的八字就很差 答案根本就不是这样 假如这样的话 各位 乾隆皇帝 地支 只武矛有 市政俱全 只武矛有都是冲 为什么人家说他 后攻加利三千 然后可以成就 伟大的事业 那不就是很矛盾的现象吗 所以一切还是看五行排列之后的现象而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